好,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月台充滿了風險 我們身為工作人員 其實冒了很大的風險 在維持這樣子 先天設計的問題 那麼高官也不願意說警戒線 給他弄比較明顯的顏色 也不願意 然後很多場站設計 一開始就是挖洞 等著旅客受傷 等著員工要因為這樣的情況負責任 先帶各位看一下 這個電幅地出來的時候 警戒線在哪裡?這邊 所以你可以出來 再怎麼走 你會走到這邊嗎? 不可能 就可能出來或是 順著繞大圈出來 那你在影片上看到 覺得好像這個月台這麼大 好像這些都很寬闊一樣 其實不是啊 這大概我們在站位置上來看 那大概你看我現在看的位置 從這邊 從這邊開始啊 我站給各位看 我們站這個位置 好 好 然後我就手 差不多可以摸到玻璃了 好 如果再稍微傾斜一下 你們可以看到 我現在已經摸到了 好 已經摸到玻璃 代表什麼意思 列車本身它有一些 避震系統會晃 好會晃 那麼人旅客在走的時候 因為可能 只要走在外面的話 就很可能 比如說這樣 手就可能被人打到 啪下去 你只要試試看 用列車的速度 然後我們用忍來模擬啊 啪下去 你看看 或是這種 可能都會像刀一樣 以速度來講的話 或是這種可能會勾到你衣服 或是你不小心走走走走 走到這個下面 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在月台上工作 為什麼一板一眼 或者你說 誒那個什麼 我的服務 這麼嚴謹 這麼兇 等等 其實都是因為安全的考量 這麼多的一些場站的問題 尤其是月台安全問題 都是我們要去負責任 有的說 這樣子 沒關係 你看一下這邊也是啊 如果是旅客這樣過來 從下車之後過來 你或許說 就可能走這邊 走這邊對不對 那一般人可能只看這麼大一個位置 實際上 一樣的 在這個地方 有可能一樣 我們所謂摸到列車 那旅客甚至這邊可以走 如果他有sense的話 但如果說有些旅客 把包包放這邊 放這邊 或是他們排隊 等電梯 等電梯 放一堆人在這邊 那在這邊的時候 是不是旅客要從這邊走出來 比如說要走到前面去 走樓梯 這完全是風險 而且 假設我們從這邊來一樣 這都是視覺死角 你可能出來 那這樣看得到列車 你還可以稍微躲一下 那如果是反過來 走過去的話 列車從你背後過去的話 你就可能會被列車插撞到 這非常恐怖的一些事情 所以整個月台 你們不要用這種 common sense 證明說 這樣子都沒問題 他在月台上呆久一點 沒問題 等等的 甚至 我們之前的問題 他就是他已經有東西 掉到整個腳踏車 掉到軌道下了 我們還要讓他在這邊 月台上冒風險嗎 不管是他自己的風險 還是整個列車風險 或是我們的一個維護 這個月台安全 如果有出人命什麼的 我們也要負這樣的責任 所以不要在那邊 好像感覺說我們很輕鬆 怎麼樣 其實整個月台 車來車去 車來車去 你只要想像一下 這個列車這麼大 這盾數這麼大 這最早35盾嘛 盾數這麼大一個車廂 你想想看 這好像路邊一樣 然後好幾個串連在一起的 砂石車這樣衝過來 而且鋼輪鋼軌 很難煞車的情況之下 你能夠期待旅客 出來之後他有自覺性回去 或是騎在說 司機員按喇叭 趕快煞車 就可以阻止這個風險嗎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說這個場站 充滿了挖洞給我們跳 挖洞給旅客跳 真的沒一樣啊 一出來 就這樣子一縫 旅客就可能就走外面 如果車那邊過來的話 旅客看到車還好 那如果背對 車子後面出來的話呢 所以坐在辦公室決車的 或是坐在螢幕後面的你 你無法是把你的整個人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 來去感受的話 你當然會覺得說 坐在那邊 月台上寫個字 有什麼了不起啊 怎麼樣一大堆的啊 告訴你 出事就是我們也有事 就這樣子很簡單 旅客出事我們也有事 請問一下旅客出事 坐在辦公室吹冷氣的長官 有沒有事 連普悠瑪翻車 都是司機被抓去關 四年六個月 你想想看 我們有任何長官被抓去關嗎 就沒有嘛 所以一樣的 我們在負責月台安全的 也一樣的 出事我們的事情最大了 好吧到這邊